大家好,我是來源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最新攻略 源神4.6開圖熱物斜律上的曼敘斯 第三章通往卡皮托林的階梯 接著做到第三章 這個有什麼用 接著可以把我們拉一段距離 之後呢 召喚洪流是什麼 喔,可以這樣發射出去啊 還有一個省就 那飛出去吧 被不得啦,打供電啦,停下 只要不按就行了嗎 好,好像是的 來,現在過來 能不能讓我點完矛點再進劇情 好的 你們人還挺好的 又要打架 欸,什麼 居然要旅行者自己上嗎 哇,阿這怎麼打 花心 我可以投降嗎 喔,投降數一半 欸,欸呦 別打 有點痛 欸,盾條都打不掉怎麼打 哪個人幫你一下啊 哪個人幫你一下啊 花心 這是什麼東西啊 啊 海鮮奧多 阿鮮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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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没有传送锚点吗 真没有 好远啊 慢慢游过去吧 哦 这条路是有能修好的吗 这边断了一截 这居然能修好 什么科技 斯库拉载我一下 旁边还有个锚点 可以点亮一下 飞鸟 肯定还是要用到这个主标 看一下怎么用 长按吗 不是长按就短按 先长按看一下 哦长按 长按可以取感飞鸟 他会给我回到自己位置上去 听话是吧 这样就行了吗 我看一下 锚点要点吗 算了先完成任务 又要移四角时了吧 为什么不让我用鼠标移啊 只能用这边的图标 稍微下左右 这样就行了吧 五只鸟对上 跟着飞鸟走 你们要走去的啊 这样就修好了吗 你没掌握了这个时间之律吧 第二个点 可以传送 那你先来旁边 把锚点给点亮了吧 你这么近铺点牌不点 带得去里面吧 金风 那身后飘的 这个都是月谱 那是线吧 好像是吧 又要驱赶肥鸟了是吧 看着和上面一样的 是的又要驱赶肥鸟 如果还有一次飞这么高 快走快走 还安排了一个帽子水母 还挺好的 先把这个赶下去 然后是下方的 过去 还有个卡尼是吧 怎么又是史莱姆 怎么又是史莱姆 这也能空见 快走呀 怎么还有这么多 都过去了吧 过去了 又要对图案 还是五只鸟 哎呀 我又想着用鼠标拖了 拖不了 就一只金蝶飞跑的 后一个去修复隧道 前面有一根锚点 记得点亮一下 有修什么东西 这边不会的乐谱吧 那你画第三章结束 好 好 好